我这戏没法拍了 去经纪 造经纪 你撵出来了 你不也一样吗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 承上承上 承上承上 哎呀别的别的别的 哎呀别的行了行了行了 哎呀自从他俩离了 咱俩得有两年没见了 可不是 哎哎你今天早来了呢 还说呢 就差这几场戏就杀青了 愣耗了一个月 我能不来吗 你说这投资商咋想的 前妻前妇 弄着一起拍吻戏 给钱给够了呗 那也不能这么炒作的 你看这一会儿 还有好戏呢 咋咋 我们家那张大宝贝 特意为了这场吻戏 订了一份韭菜盒子呢 咋的 吃完酒这盒子拍吻戏 哎呀给家打电话吧 今天过年呢 又回不去家了 一份刚烙的酒再喝的 妈呀甩露线子了呢 哎呀 你说 哎呀这股味啊 得赶紧给人送过去 哎呦我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影视基地呀 那你说这影视基地 咋连个门牌号都没有呢 爱不问吧 你好 那个张女士订的那个 韭菜盒子 张老师 不理我了 妈 今天这韭菜盒子的味道 为何如此的韭菜 今天往常的韭菜盒子也都这么韭菜呀 寡人最烦这个味儿的 来几个人 快递9527 怎么还起个车牌子名呢 哈哈哈哈 这人啊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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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多大不最帅的啊 哎你别动 哎你们那谁吗 帮着蒙了 大演员 大戏师 哎我从小就看你电影 你叫啥来的 赵博 对 赵老师 赵老师 这还啥的了 那啥你给我签个名 我是你影迷 啊哈 你就这点事啊 记住了啊 我叫啥名 哎赵老师问一下 你说你跟你前妻张人雪 成年打官司那事 是真的是假的 问他去 他在对面的 哦 就咋的了 哦就弄半天 这个张女士 就是张瑞雪老师啊 这韭菜喝的 他定了 哦 不是咋的了 还咋的了 看完再说 剧本 马鬼魄 魄 马魏魄 前里龙姬 生育还你 吻西洋 古人云 再狠地香水 也干不过这韭菜盒子 站着就要拍这场戏 你说的是不是诚心呢 这个我留着了啊 把这个给我送过去 不是 赵老师你这啥意思 这管制造具啊这是 送去之后他就知道啥意思 不是 赵老师你这样的 我得回家了 你就当他是快递 不是 赵老师 那我俩一块送不也一样吗 我在适应适应这个 喂喂喂 不是 赵老师 喂 酥辣 张老师 我来送快递来吧 怎么这么慢呀 这也没让你们八百里加急给我送荔枝啊 不就是从县城里给我送份韭菜盒子吗 也不至于杀我吧 不是 赵老师 这就是韭菜盒子 退后退后 不是 这就相当于韭菜盒子了 你当本宫瞎吗 不是 赵老师那谁送的 就那个就这个是的 谁 你前夫 赵博啊 对 哎呀我去 这个损种啊 我明白了 这是告诉我 你怎么不去使啊 赵老师你可能是误会了呢 赵老师可能是夸你戏好 不可能 你看啊 这不匕首吗 可能说你演技啊 老匕了 你给我匕了吧 这个是你用韭菜盒子换的是吧 对 说明你也能拿他把韭菜盒子给我换回来 对不 明白了 赵老师 那这就相当于快递了呗 是不是 这么的我没啥 这钱我也不收你了 我就有一个小愿吧 你说 来来 个人 试成之后 手机拍没电了都好使 回来 好的 赵老师 你们赵老师这个人生性非常多疑 而且他是个戏痴你知道吗 演帝王将相那都演疯了 所以你必须立真的 要不他不能收 那我指定规矩的 你光规矩的还不行 你必须慢慢的 一点一点给他打开 最后让他看到惊喜 听我的 来 四方步 脚抬高 先决定 后瓦腰 眼神别往别处瞄 双手能抬多高 抬多高 一步三摇 面带微笑 走你 得令 报 院国使臣净见 莫 张老师 你会见 再怨吧 放快递一到 什么玩意儿 你要一点一点打开 然后他 有惊喜 来我去 给我剁了 把金额给我剁了 不是不是不是 赵老师那啥 我是927 赵老师让我来的 入戏了入戏了 I'm sorry 我上部戏吧 眼睛是秦始皇 你看啊 秦始皇踹你一脚 没毛病吧 给我问的仨问题 打包成一份快递送回去 赵老师你这是压锁本 他要敢回答的话 韭菜盒子的随便吃吻戏 我照演 不是赵老师 你这哪是压锁宝 你这分明是炸药宝 你送不送吧 赵老师咱结账吧 不送我就投诉你 赵老师你是不是入戏 投诉你 不是我 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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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大卡 奇葩 你说因为一个无辜的韭菜盒子 开始互相拔 这种优敌我是不能行了吗 我得想点办法 又输了 又输了 张老师 大英格兄凯旋回来了 他当时是不是特生气 他是不是疯了 他是不是气粉粉 他是把自己当七四皇了 来来来 拿手机照相来 对了 我那酒菜盒子呢 我错了 咋的呢 张老师 那个酒菜盒子 我没砍住 他牺牲了 我让你过去 干啥去了 不是 张老师 要不这么你看 我再给你买一份 就这样吧 不好使 我就要我刚才那份 不是张老师 你说你咋这么任性呢 我告诉你 今天那份酒菜盒子 要是回不来牺牲了 我必须投诉你 好 我说看明白 你们明星的嘴脸 你要投诉我 那从现在开始 那我眼睛可就没死了 好好解压缩 接下来的三个问题 来自赵老师 请听题 第一题 说 冒昧地问一下张老师 你说我这四处 要想变成邓超 得挨多少刀 去哪挨便宜 去哪挨报销 以张老师多年丰富的整容经验 真心地为我推荐一家医院 你去屠宅场吧 那不要钱 你看 心虚了 第二题 请问张瑞雪 张金莲是谁 你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多了 请坐 张金莲他可不会放过你的 好 不回答直接进入第三题 证明你是原装美女 跟我做以下动作 啊 文文没想到 啦啦啦啦啦 去你我去 哎呦 哎呦 干啥呀 啊 我发现你们明星是不是有点飘啊 你还打快递吧 我替张金莲向你道歉行吗 不用 那你说你俩不离婚了吗 是薪酬还是救援呢 这不很普遍吗 你慌什么呀 你就像我这样和风细雨地问他 请问皇上 如果张金莲扮演的杨玉桓 到时候被您赐死的话 您按照剧本亲 您亲的时候 您走不走心呢 那要是走心了呢 那他就输了 说明他还歇罕我 说明我过得好 他不乐意 那他又没走心呢 那就应景了 你想啊 十二届电影节的颁奖晚会 他光提名不拿奖 你说他是不是该呀 跟着感觉走吧 一颗巨星又要陨落了 赵老师 咋样 咋样咋样 他是不是气屁了 是不是想把你牵到万剐 太听了笑 阿们娘就问你了 说如果你按照剧本亲 你走不走心 当然走了 还用问吗 你走你就输了 为啥呀 因为你在乎他 你不走心 不走心就说明你不专业 你十二节电影节光提名 不得奖 你该呀 不得奖你该呀 恶父 纯恶父 竟敢拿戏拿为我 我是谁呀 我是大唐扛霸的 后宫家里三千 我擦他们一嘴唇的吗 不就是一场吻戏吗 马胃泼钱的喝下毒酒 我手拿三尺白铃 这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往我身上这么一倒 我说大喊一声 阿姨废 不是张老师 就这么一口 杀青千古美胎 你替我把这段戏眼了 你让他猜我早没早心 那是酒 咋的了 我九千古美 没事吧 没事吧 要不兄弟 这快递你就别送了 回家吧 没事 客户有件 比天大 要要要要 老弟 这事你就放下 我只能给你办明白的 张金莲 出来 走歇 你是不是疯了 谁跟你 杀青了 你咋的了 千古美团 你跟我俩在这装裙带菜你是吧 张金莲 再起一口就下班了 那个那个 什么呢 金莲啊 刚来吧 哎呦我去 哎呦我 你什么 救命啊 哎哎哎哎哎 哎呦我去 小布 小布 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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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疯了 快快点疯了 金莲 哎呦我去 哎呀 金莲啊 哎呦我去 我就问你们怕不怕这 你把那玩意给我放下 哎呀他喝多了 怕 我真是搞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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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是想拍完这场戏呢 还是舍不得拍完这场戏呢 多好剧本啊 天地昏黄 草木洞 唐王放不下 相保贵妃一命 而杨贵妃呢 却用自己的生命帮唐王做了选择 成就了一段拿得起放得下的伟大爱情 伟大到让后人树碑力转 千古美谈 咋眼的啊 你俩自个儿鞋子去 谢陛下赐酒 爱妃 三郎 正一路与我肯曾后悔 无怨无悔 探今朝逢场作息 明恩仇 愚忠 愚忠 散 明恩仇 不愚忠 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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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景 你们 突然 愚忠